关于太极拳的用意不用力 其实呢 作为内架拳 过去的实战拳 他讲这个用意不用力 并不是说真正不用力量 而是不用着力 不用笨力气 你比方说 咱接着对方的时候 这个自己练的时候 可以慢慢的这么练 但是你用的时候 就类似于这个弓箭 身形无功 手路箭 一接对方 就得感觉到这个 所以当推到 和对方推到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接到这个对方动作的时候 这就用上腰了 往上一赶 把对方这个手 举到身上 一扭 他不躲也不行 因为他就是反关节 所以太极拳的好多动作 内架拳好多动作 都是借力实力 都是打对方的反关节 你看咱行动拳 练恨天无霸恨地无环 好多上的动作 类似于把天地要提起来 要拉下来 所以说他这个动作 就是一定要用整劲 所以说呢 大家也不要把这个 用一不用力 想得特别玄幻了 一定要正确理解 他并不是说是一点力气不实 而是 他要把这个着力和笨力去掉 我们新录制了一节体验课 用两根手指就能检测出 平时练太极拳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欢迎大家添加屏幕下方的 微信获取